嗨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是Janie 我們現在人在高雄的高空酒吧 然後被270度的夜景環繞 而且這邊的氣氛真的超級好的 對 那既上次來高雄上山下海的時候呢 這一次我們沒有再來高雄 但是這次拍的是比較青澀的行程 Yay 所以那這次除了會在這樣的美景以下喝酒之后 我們還做到一個你可以邊泡澡邊看夜景的高級飯店 然後吃非常道地的德國菜 然後再結合我們推薦的真景 完全就是一個超爽超廢的週末 沒錯 如果不想要從更多國內外來讀客 如果是我的花花一定要訂閱開鈴鐺 Let's go 現在來高雄這邊已經泳營蠻久的魏武町 但是其實我從來沒有來過 就是還是蠻好心 聽說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荷蘭建築師設計的 它就整個形體做得有點跟高雄一樣不一樣 嗯 像它這邊就做得很像船身的感覺 像後輪的船身 它那個燈也好漂亮 這好像什麼外星人的 就這樣幽浮 就這樣幽浮 剛好這個點就是它會有光從這邊灑下來 然後就會有一種你在幽浮下面 然後有一個光束灑下來的感覺 很不錯耶 我們三個人現在已經在這邊玩起來了 因為這個點很好拍 建議大家可以找這個點拍照 只是要記得 不要過步 因為它明暗差距太大了 對 所以記得要點最亮的地方 然後用那個AEIF 大家聽不懂的話就去看旅社系列 這邊有一台鋼琴耶 你是不是會彈鋼琴? 我會彈小路的 有高級一點的嗎? 咦 開始 有耶 後面不會了 忘記了 哲令不甘示弱的說 她也彈過鋼琴 萬大表演 好像有點樣子 好啦 換你啦 我們剛剛都秀過啦 其實就剩你了 沒有 我覺得她就是那種 啊 我都沒有唸書的 我沒有唸書 就是我考一百分 你看到 快點 你看 明明就很灰 又會拍照 又會彈琴 又會彈琴 長得又帥 長得帥我就 怕自己品嘆 然後劇院走出來之後 這邊這一塊就是為了我營都會公園 後面還有一個戶外劇院 就感覺應該是週末會有蠻多表演的這邊 所以會比較窮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去買個東西 然後在那邊度過一整個下午 就是那邊有一區樹蔭 好啦 那我們就要去野餐了 再會了 就看我們到離捷運思想站大概10分鐘 或者是搭新軌道軟體人士站的高雄軟體人士這邊 這個門還蠻特別的 我們進去 哇 這是什麼實驗室嗎 我們真的是收到邀請來體驗VR鄉林飛越台灣這個設施 然後我聽說它是用VR8個影片來拍攝 只要斷內影上就可以用三百多數的那種沉浸式觀影前面 然後來看台灣的各大景點 然後路景 有了你真是越來越懂得了 我就要坐著然後又可以看美景 這也是還可以缺冷氣 對 就是非常適合這種藍 然後我們剛才去做完它我們的膠石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要坐在那邊趕快來參觀 對 我們就同學長一樣 你這個就是在遊樂園 你可以先說一種安全用的嗎 今天不是真的要飛 搞到好像這麼腳下去 搞到有點緊張 欸你長得像那種太空戰士喔 真的嗎 我現在要去打外星人了 欸真的是上下的 沒有什麼東西 我現在飛在雨上 對 搞定是鹽田嗎 嘿 蛤 蛤 可是這是雨溫的 你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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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蠻漂亮的 感覺我們在搭直升機之類的 這個是 三仙潭 三仙潭 七仙潭在花園 三仙潭 我剛才給你起 三仙潭 我們在點衝 那個 越世界 台 高雄 高雄 對不起 不會爆炸 我們先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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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它這個聲音真的很立體 就是有那種船的聲音 裡面以為是那種非空拍的景色 可是空拍機也不會飛到螢幕上 對 而且它畫面就真的很細節 非常真實 其實是蠻好玩的 我覺得這影片讓我想到 看見台灣的物件 但是它是地圖 360度 看完會覺得 台灣真的很美 就是其實是感動的 然後又加上它的配樂 然後它影片節奏 剪了一點點 就是有山有海 然後又有城市 對 但我們兩個是不是看起來 好像白癡啊 超白癡 就是看著一輩說那是海之類的 對 但大家就真的來體驗一下 可是我覺得真的 這蠻感人的 等一下就換其他的 對 因為還有其他兩樣設施都還蠻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體驗完它這個 i-ride的5D飛行體驗 但是因為有版權問題 所以沒辦法再露出畫面給大家看 但是真的很厲害 對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之後 它整個影子直接飛到螢幕前面 對 然後它有一頓 就是有點像穿過時光之類的感覺 它就是生衣 然後加上它做一個運動 然後再加上面味道 它飛越可能像綠島的時候 它會讓你聞到綠島的味道 對 然後現在飛過五林工廠就滑翔了 對 而且剛剛有一幕是 它直接讓你從海面上然後進去水底 對 然後它那個整體就這樣看上來 對 然後整個環境突然就變得很冷 所以我剛剛在那一段的時候 我已經過風了 就我一隻海龜在我面前經過 我們現在覺得這裡好好玩喔 現在很期待下一個設施 好 我們快去坐 我們等一下要去玩那個閃電對決 對 然後我們會一人坐一張椅子 然後大家可以在螢幕上看我怎麼把整理電報 沒有 大家看我打爆之後 然後抽籤 然後好像玩之前 它這邊有很多其他角色可以選 我們就用抽的好了 我這是特化轟炸 我是重無裝防 前面被我打爆 他剛剛有跟我講解過怎麼玩 可是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欸 Jenny 你還記得怎麼玩嗎 記得 待會兒我剛剛 看 所以我原本以為說這個地方會不會只有小男生喜歡 結果我們剛剛三個都玩得超開心 我也超開心 我終於有打爆你好不好 好了 但如果辣水想要來玩的話 現在可以免費體驗VR360飛越台灣 可是記得要上網預約 所以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訊息裡面 那現在有一個優惠要給發展 就是現在到四月底前 如果你有來體驗這個VR相用你的話 你只要把影片解圖 然後給這邊的公眾人看 你就可以用買衣衝衣宅去玩 我們剛剛有玩的那個Iron 那也超級好 就可以約自己喜歡的女生來玩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好 好 我們要出去 我們要換電線印了 掰 我們現在在高雄中央公園站這邊 然後捷運大概走30秒吧 就到我們這次要住的Hotel Indigo Hotel Indigo它在全世界有大概一百多間 然後像我們今天住的高雄 這個應該就是有結合高雄港的份子 對 所以它這邊的很多裝潢 你可以看到是結合高雄港的歷史 我們今天帶櫃台就已經滿有趣了 直接帶櫃台就已經滿有趣了 一進大廳可以看到那個椅子 我們真的是只從了30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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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累是不是 不是啊 我覺得這椅子很酷 不是啊 我覺得這椅子很酷 不是啊 我覺得這椅子很酷 好啦 這個椅子啊 有點像是那種船的路線 所以你會該以為是蛇 你哪裡 等一下半天人把我們趕出去 誰說的是蛇 對 它是那個會綁那種毛的那種籃蛇 然後你一進來看到旁邊 這邊就是有一個像是船毛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船毛 現在到我們的房間 它一進來就是一個很大片的落地床 採光蠻好的 現在不開任何的燈 房間還是很亮 這邊還有個沙發 我們現在是不是睡覺了嗎 沒錯 好大的沙發喔 我想把你擠下去喔 好啦 我們就躺著介紹好了 反正等等Rich會補鼻弱喔 也是也是 我覺得它的牆壁很酷 因為它都是用有點貨櫃的感覺 它的顏色還蠻跳的 而且它有一些還是那種凸出來的 所以這會讓你覺得是一個一個 箱子疊在一起的感覺 而且它都是有用一些打狗啊 高雄這種字 就是很像像歷史課 我上次聽到打狗應該是高三的時候吧 打狗應該是高三 對不起 你確定觀眾要一直看我們這樣 好啦 對不起 整個人快來看我最喜歡的地方 有個浴缸欸 還不錯 就是個浴缸啊 沒有你按旁邊那個鍵 這個 對 這個 那我會尷尬的才是 開太慢 好帥喔 我以為這是一個很帥的開場 沒有它就是 我要讓你尷尬很久 我覺得這間房間很棒的就是 它的浴缸跟床的旁邊都是一整片落地床 基本上在這個房間 你不管是什麼角落 你白天是完全不用開燈的 它這裡就是你洗澡的時候就可以放的東西 然後打開以後它就會變化妝鏡 喔這個很棒欸 我覺得這個很讚 這個我覺得我家很想 以後也想設計成這樣 可以給我拍照嗎 可以給我拍照嗎 現在在巨蛋站附近的一間餐館 然後我們要來吃一間叫做德意所的德式餐廳 對聽說這間店真的是老闆是德國人 所以我們看Google review的時候 下面就有德國人留言說 這邊的菜是真的非常的倒閉 而且它評分超高的 有4.8 現在面前這道是這邊的招牌菜 它的德國處長一定要前一天要去點 所以這是我昨天就有先去點 它真的好大喔 這應該可以2到4的人吃吧 整個脆的聲音 嗯 完全不會有欸 就外面的脆的皮加上裡面很軟嫩的肉 咬下去超有層次的 搭配這個蔥菜真的很好吃 會有解膩的感覺 原來它的肉裡面還是保留肉質 喔你好好吃喔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哪一個蔥腸好吃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綜合蔥腸 對它裡面就是有白紙 可能有溫爆香腸還有油煎 白紙要先吃然後配這個甜的芥末醬 好軟嫩喔 跟我想要弄的德式蔥腸還不一樣 因為我要去白紙 我覺得白紙是比較像在嘴巴裡可以畫 來拍的這種 因為 但是牛的感覺是有點嚼勁 欸我覺得這間店有一種 會讓我愛上德國菜的感覺 我覺得原來覺得在高雄很幸福 它這個啤酒是去年的德國的啤酒季 才有的啤酒 所以很多啤酒是 你可能在外面的地方也吃不太糟 Curesher 選的好吧 選的好吧 大家真的很推薦可以來 然後記得一定要提前一天 預約他們的酒餃 那吃一吃之後 我們要回飯店的酒吧 繼續喝 對阿 就是景點又輕鬆 然後飯店也不錯 因為飯店的上面喝有絕對 對阿 對阿 剛吃飽之後我們現在就回到印尼哥的頂樓 他這邊的酒吧叫Pier No.1 然後來這邊喝個酒之後等一下直接樓下開房間 開錢不是 沒有 不是我們才剛開完第一次約會 然後第二次就直接開房間 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分開了兩個故事 但說實在 就好像是我第二次真的來高雄 第一次是景光 那就是第一次玩高雄 第一次真的來高雄 好但我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被柴山的大戰經營 然後這一次是真的被高雄市區 像是景點啊美式 還有這種 就是270度的景的酒吧 然後那邊是八五大樓 然後270度的酒在台北一杯酒 應該都是六百多 對 但是這邊一杯酒大概就是三四百塊 而且我覺得酒蠻好喝的 因為他們自己自己操 像這樣子一整天我們玩下來也覺得 其實高雄沒有想像中無聊 因為我真的問了很多高雄朋友說 高雄人都說不要來沒什麼好玩 你要來拍高雄高雄很無聊 好這不是所有高雄人的意見 我相信很多人還是覺得高雄好玩 有些高雄人甚至是看我們拍完就說 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算是在造福台灣的大家 就告訴大家說 你們雖然現在不能出國也不用太傷心 因為其實台灣真的有很多好地方 不管你是喜歡那種四處的玩法 或是比較冒險的玩法 其實台灣真的很好玩 好啦就是這樣子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欸我知道不會講這段 這段給你講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然後記得要訂閱開鈴鐺 如果想知道Spice在幹嘛的話 也可以follow我們instagram 所以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